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Brian Linden 我中文的名字是Linden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84年 我2004年 我一家人都来到喜洲 我现在是喜宁院传世人 第一个园子 这个有三个园子 第一个园子有十二个客房 十月份 十二月份 外国的客人可能偏比较多一点 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他们从美国 从欧洲 从其他的地方都飞到中国 他们特别喜欢来到云南 所以我一家人 我从芝加哥 我认为很多外国人 看中国的增长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我看到这些18年 这些增长的典型 是增长的典型 原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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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免费资产 所以我认为 很多年轻人 都没有离开 今天生意好 今天生意好 谢谢你 请你生意新楼 好 前一把见 我要不要叫你 老婆 开心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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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第一次来到Dali 1985 我从昆明到Dali 大概12时 从昆明到Dali 现在我可以去昆明 2时 这就是很奇妙的 这就是 不仅仅的 不仅仅的发展 我们的公司 和公路 和公路 不仅仅的 不仅有路 他们有5G 接触 5G 我认为 我认为这种关系 体制 環境和经济疫苗 会有任何一国的情况 其他国家 我认为这个政府认为 以防还有 利益的利益 而在同时 利益会有些问题 我认为他们之后 会发到这个国家的环境 每天我看了媒體的報道 在這裡面上的海岸 我從來沒有看到 這麼漂亮的海岸 海岸的海岸 海岸的海岸 所以我非常感激 在這裡面上 每天我看新聞 在台湾的新闻公司中间公司的公司 这就是什么我认为是重点的 中国的招待在中国的投资 公司的公司 从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一直在鼓励我们的鼓励 如果你们有价值 我认为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很欢迎 我相信杏林玥的成果是这个开放的 这个开放的 作为一个中外的一个使者 是希望可以把真实的一些故事 像这个我们现在周围的一些 都传播到世界 我觉得那个我们人类 命运 共同体 是必须要追求的一种概念 我觉得世界也要更了解这个国家 我去过那么多地方 一百多个国家 我现在就选了中国 中国现在有一种精神 就是精神是非常非常 非常乐观的精神 我现在就希望我一辈子 就可以一直留在中国 感谢观看